公股有什麽原因? 公股要加息周期 加息周期完美? 都未完,爆蛇还有两次要加息 今年有两次要加息 一定要对抗环固的通胀 即是7月和9月 7月0.25,9月0.25 你看CME Fatwash是在说这件事 即是未加完,未加完 因为今天领展还在失败 你这些股东怎会不买 英文挺好的,失法 我说一下 多谢你 多谢你的赞赏 多谢 你8月3日那时说 有些朋友是想着没有股票 想不想公股 本身一只股市 可以跟你共享租金 我收多少租金,然后我给你 你现在反过来 你拿我的赞赏 已经完成了所有欧市的概念 所以你除了8月3日之外 所有欧市都不能买 你在香港想收租股 不要想欧市 想收息股 不可以想欧市 4.35.77.8.23 全部都不买 你要买的可能就是 你要买的就是买一些 要是你买成哥 要是你收息 要是买成哥 要是你买那些 133那些 不搞这些 不搞这些 8.23这些太差了 其实 是你买到的